摸一下 早啊 早 你是来找我师父吗 他不在 我是过来找你的 找我 干吗 我等一下呢 要去我们苏州的店铺巡店 你跟我一起去一趟 我 我 为什么 想要达成合作是需要我们双方 共同努力完成的 不能只让你们了解我们灵远 我们更需要了解一下你们的实力 我们的实力 庞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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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咱们这一季最新的服装拿过来一下 好的 坐吧 我说你巡店就巡店 干吗带上我呀 是不是过来考验你们家了 考验我 你拿这些出来不会是想送给我 收买我吧 你还挺会想的 我是想让你以你们绣坊的新商水平 帮我看一下 我们最新一季送堂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吧 你看 摆住一下 你觉得问题是在工艺上 还是在设计上 如果我说出来的话 有没有劳务费 什么 劳务费 想要劳务费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我跟你说 你要耐心一点 马上就到了 好好欣赏一下 多么美啊 我很忙啊 那你现在可以走啊 可以下船 阿姨 莲莲 今次阿姨往前上过去啊 可以看一下您这个吗 扣子开 扣子 摸一下 什么感受 摸一下 手汉 手汉 除了手汉呢 热的 那你觉得这和宋唐摸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 它们之间差的就是温度 这绣品啊就跟人的一生一样 这一针一线都是带有温度和感情的 而这个是机器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如果你想打动我师傅 想要了解松唐的话 那就要带着一颗有温度的针线去感受 所以明白我说的温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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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谢谢你 来 绣得真好看 谢谢 怎么 是不是看我陪了你一整天 想买个玩偶送给我呀 这小狐狸挺开的 我说你拿个小王子 该不会是有什么王子病吧 我说买过来送你的 就你这样除了玩偶以外 也遇不到什么王子 老板 多少钱啊 五十块 现金还是 微信吧 好嘞 谢谢啊 走了 谢谢阿姨 结尾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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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一下 宣哥 是收购上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那时候一个女孩之前 他总是对你挨刀过理 突然之间呢 跟你发生了身体接触 这是怎么回事 这啥身体接触 轩哥那你呢 这得小心 为什么要小心 轩哥我跟你说 这招非常厉害 这叫欲擒故纵 这是一高手啊 欲擒故纵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这怎么 这不用看出来啊 这是现在很多女孩的一种套路 轩哥 您就是经验不足 我跟你说 等您以后遇到的多了 您自然就 不是不是我 我的意思就是 那个女孩她应该挺喜欢的 喜欢我 她尽心尽力地想要 将苏绣传承下去 所以她比任何人 都希望 这个绣房可以发展得更好 这绣品啊 就跟人的一生一样 这一针一线 都是带有温度和感情的 而这个 是机器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的 如果你想打动我师傅 想要了解松唐的话 那就要带着一颗 有温度的针线去感受 而且这里的绣娘 也要养家糊口 给自己的儿子 夹个鸡腿吧 你 你说什么 雅丽莎呢 要来上海参加慈善晚宴 你那么激动干吗呀 别人说的我不敢相信 可这个消息 我可是在潘素老师的工作室 听方笑语讲的 这总没有假了吧 真的吗 太浪了 你又进不去 你这么激动干吗 那可是改卖时尚的慈善业啊 都是有头有脸的腿去的 说谁没头没脸的 这 这啥也长的 人家的头和脸是能刷的 就你这张脸 能刷得进去吗 那刷不进去也定刷 刷得进去也定刷 总之我会想办法 我就是要进去 行 你要是能进去的话 那我就 就什么 就请你吃饭 没问题 不不 你说我这 来到跟你带了这么一个好消息 你说你是不是得提前 大鱼大肉伺候着 上当了